加湿县因特殊的地形地貌、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造成之前自来水水质不稳定,影响着各族群众的饮水安全,这也成为脱贫攻坚需要补齐的短板之一。 2019年总投资17.49亿元实施的加湿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,建设了取水、输水和公配水工程,包括日处理规模达到8.5万方的总水厂,总长112公里输水工程管线。 新建改扩建17座分水厂,入户改造提升1.68万户等。 今后我们要发展好我们的庭院经济,畜牧养殖,有信心今年脱贫。 随着加湿县城乡安全饮水工程竣工通水标志着,新疆贫困人口农村安全饮水问题得到解决。 同时,新疆大力实施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,目前全区已建成集中式供水工程1332处,进一步提高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。 新疆大力实施农村集中